现在许多小伴他太不了解嫦娥这英雄了 其实嫦娥很简单 技能打野也能中单 所以说好好练一下还蛮不错的 本期我们详细讲解了嫦娥的各种细节操作 不要说你都知道 看看有没有你不知道的 首先如何提高嫦娥一技能命中率 嫦娥释放一技能是有个推手的动作的 因此当我们跟敌人有半个闪现的距离 不管我们一技能朝哪个方向去丢 只要我们是朝着对方走的 一技能都可以避重目标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这样可以省略我们一技能的一个瞄准时间 提高我们的出手速度 随后就有嫦娥的一闪问题了 一闪是可以缩短一技能命中时间的 所以当我们跟敌人有一个半闪现的距离 只要在这个距离之内 我们都可以瞬间命中目标的 熟练掌握后是可以百分百命中目标 但是记住了嫦娥的一闪是不能改变技能朝向的 因此你还要技能瞄准敌人才行 然后我们都知道嫦娥开大后 可以提高30%的移速对吧 注意了当敌人跟我们距离这么远 大概还是一个半闪现的距离 不管你一技能朝哪里丢 朝后朝左朝右都可以 只要瞬间开大朝着对面走 一技能会自动命中目标的 不信你试试 那远距离应该怎么命中的 因为它技能实在太慢了 所以远距离只能靠预判去卡对面的视野 猜测对面的走位和判断对面的位置 能不能中就看对面傻不傻了 然后一技能还有一个技巧 我们命中目标后会获得一个加一速的效果 所以到我们追击敌人时 可以利用附近的野怪 让一技能命中然后进行加速 又或者是我们抓人的时候 可以利用主宰暴君获得一个移速的加成 更快的赶到目标身边 那逃跑的时候该怎么用呢 怎么利用我就不说了 然后就有常遥的二技能 这个二技能命中目标 不仅可以给我们回蓝 还可以消耗对面蓝量 当对面蓝量不足以消耗时 我们二技能会造成双倍的伤害 因此常遥在打火舞 药 菊油精 李信 这类没有蓝条英雄时 二技能伤害是翻倍的 还有就常遥 二技能命中单位越多 我们回蓝效果就越强 二技能是两个圈对吧 你不需要两个圈 全部命中敌方英雄 这个圈呢 命中的如果是冰线 回蓝效果会提高20%的 因此呢 如果对方战位比较分散 我们可以把一个圈放在冰线上 然后带着另一个圈去输出就可以的 如果对面战位不分散的话 你就把二技能往人群里丢就OK的 然后记住 常遥的二技能是有一秒的延迟生效的 它不是立刻就会遭上伤害的 所以我们输出时呢 一定要注意这点 就像我们蹲草的时候呢 可以提前脚底下放二技能 这个不会暴露视野的 然后一技能控制 最后接大招就OK的 简洁着呢 就常遥的普攻了 常遥每五秒会获得一次强化普攻 并且一技能命中目标后呢 会造成标记的 我们接普攻或者技能 都可以触发这个标记 造成范围伤害和减速 这个范围还非常大的 因此对线的时候呢 可以丢个二型到冰线上 然后一技能随便命中一个目标 触发被动减速 波及到旁边英雄 我们再用大招进行追击就OK的 最后呢 就常遥的大招了 大招没什么讲的 记住了 在没跟对面贴脸时 正着释放大招伤害 是没有侧着释放大招伤害高的 常遥呢 在没有蓝情况下 也是可以放大的 那就是单纯的加一速了 就是逃跑用的 并且呢 常遥大招是会被控制精打断的 最好等对面控制精 交易再放大 然后呢 受这个长线之后 我们接第二视频 继续来讲常遥的出装明文 都在下面合集里